来 吃快鱼 紫薇海鲜过敏 你不知道吗 没什么事 吃一点没关系的 没想到你们俩 还是这么了解对方啊 真的可惜 别说了 哎 麦子 你别多想啊 我们就是认识太久了 来吃东西了我们 那我们先走了 拜拜 拜拜 哎 紫薇 我今天没有开车 你顺路顺我一程呗 行啊 走吧 哎 麦子 我家的路比较难走 我坐前面给紫薇指路 你不介意的 哦 她家那边修路 哦 没事 紫薇 帮我系下安全带 你手腕又使不上镜了 真服了你 你们干嘛 朋友也不带这样吧 啊 我手腕老毛病了 之前也是一直让他帮我 不好意思啊 习惯了 哎 试金还是放老地方吧 刚才看你手脏了 插一下吧 这个 你试紫薇怎么放这里啊 哦 习惯放那里啊 原来这个习惯是因为它 你怎么 啊 没什么 我不舒服 先走了 啊 我肚子好痛 没事吧 又胃疼了是不是 你等我 我去买药 他还说的以前一样 只要我一生病 就会去给我买药 哎呀 你不会不知道 我是他前女友吧 要来了 你们聊什么呢 聊什么 聊你们的甜蜜往事啊 哎 班长 为什么不告诉我 他是你前任 我这不是怕你误会吗 没做亏心事怕什么误会 我就说你们的生活习惯 怎么会这么像 他怎么会这么了解你 好的 前任就应该断绝关系 你们这样子还做朋友算什么 我跟他认识十年啊 生命朋友总是同一兵 怎么说决裂就决裂吧 那你跟他过去吧 对不起 是我没有考虑你的感受 我发誓 我跟他真的只有友谊 我以后再也不会联系他了 好吗 好啦 我回去贵村一班 喂 今天下午四点有时间聊一聊吗 林薇 你怎么会有我电话 这你不用管 我在微博等你 麦子 真是贵心 这么久没见就不想我这个前任 麦子 一样我不跟前任的年纪 那你现在要算什么呢 哇 喂